在家裡讀經文或咒語 一定要穿海青嗎 看情況 如果是初一十五 像佛菩薩聖誕 你願意穿海青最好 而且你穿海青 還最好是你家人很認同最好 對不對 我曾經碰過菩薩 他們老公來給我看他 你跟我說 晚上不要穿黑衣 問什麼意思 那好像貴 我才知道說 他老婆晚上都穿著海青 在那邊念經 所以 那我後來就跟他太太說 你都穿白好了 不然你那種顏色也不錯 所以 漢傳佛教的黑海青 有人贊同 有人不贊同 我說隨緣吧 現在印尼已經改成白色 還改成什麼 綠色 綠色 他們也穿綠色 我們南部有一位法師 改成灰色 對不對 我認為可以 你到人家去祝念 然後全部穿著黑海青 除非是佛教徒 然後海青很莊嚴 對不對 那非佛教徒 你整個洋青 黑的去 這怎麼壞 所以這一點 要看情況 所以我認為去祝念 大家設計一套居士服 對不對 很莊嚴 灰色的很好 那你要穿海青 好像有時候 到人家家裡也不方便 上個廁所 還要脫來脫去 對不對 那如果在佛堂 大家都穿黑的 那就穿黑的吧 但是對於菩薩 藏傳佛教很怕我們穿黑的 有很多上師跟我講 我辦法會怎麼有信徒穿黑的呢 因為藏傳的人最怕黑 黑就是諸法 最可怕的 所以他們自己穿紅的 穿黃的 不敢穿 不敢碰黑的 然後再加上可以穿白的 從來沒有穿黑的 穿黑的就是那種 很糟糕的狀況的 磨的 要斷除了才會穿黑的 然後每次台灣法會 他們一上來 怎麼都黑的 所以他們心裡都覺得 因為從來沒有人會穿黑的 就是說在修這個祕法的時候 唐祕也是這樣 白色的 再來是什麼 黃色的 紅色的 如果穿黑色的 就是今天要修諸法很痛苦的事情 才穿黑的來 你有敵人 你有很大的這種障礙 才會穿黑的 不然絕對不穿黑的 那我們漢傳會流行黑的 我們在下面一組 所以看情況 看情況